開始啦 OK 開始啦 那我今天要拜 我剛剛看你們說的抽拳和大拳 你跟我學了那麼久 還是出了一分沒有到底 因為我們太醫拳 他有他的一個特色就是要求 第一個要非常的精準 一分一理好要精準 他不能有那麼差 因為我們是講求一生是整進 我們抽拳就是整進大的 我們絕對沒有個別的力量 我們沒有一局部的力量去打 我們只要一出力 還好就是整進 所以我現在如果這樣打你 你會受不了 懂嗎 就算我出個短的力 就算我出個 這樣子 動一下你都受不了 那個絕對是整進 沒有說這樣 這個是局部力 那太具拳的抽拳跟空手道 跟 拳結還是真的有很大的差別 那我看過郭球 泰國的郭球出拳出的等等 他不是只有回人 他為什麼可以打到世界觀眾 一定成那麼久 你去看他的抽拳 他的抽 他的出拳真的很棒你知道嗎 郭球真的為什麼不在 他是真的是有練到的東西 齁 那我現在講回來 講我們抽拳的拳 為什麼我們出了那麼久 會有問題 我剛剛講的 因為裡面的了解 泰國的抽拳特色 他為什麼叫做抽拳 因為他拿一把槍 戳 對不對 戳 戳 戳 我們拿槍錯 我們不肯只有這樣 這樣我們就是局部力 所以我們拿槍是收槍 對不對 好 哼 是不是這樣子 出去才會立馬 啊槍是這樣可是有 因為我們拿的棍子有限的 所以我們戳 我覺得這個 出去以後 三體是一線 出完以後 回去 但後面以後 全的擴張 加上換一下牙 像刀一樣刺進去 所以才 對不對 你看 這樣刺進去 才會有力 一身是整體 然後基督這句話 簡簡簡簡簡簡 那扎拳 事實上 比戳拳要難以後 因為我們扎拳如果用槍扎的話 會有些 因為身體解功還強 不會 對不對 知人 這樣扎 藍 藍 藍 藏 藏 藏 那我們出大學 我們不可以這樣子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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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不是 幫手嘛 聳接嘛 對不對 這是絕對不可以的 好 那你 你先出一下 你剛才出 先到這邊你出大學的問題 我再跟你講 來你出大學就好 對 好 你看你扎拳 再出拖拳 你看扎拳 你的扎拳和戳拳 差別在哪裡呢 戳拳 再戳兩個 戳 戳 戳 好 你看啊 再看我的扎拳戳 我的扎拳 你看 對不對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扎拳可是扎出去嘛 那 我們出 如果說出 啊 這樣子是翻拳拳不太過頭 我們要禪拳拳 是從哪裡來 翻正 走斜角的環 加上身體 走弧走環 立環 立圓 平圓 加上身體的 翻正的環 加上捲落 如果 那你出拳 出大拳是這樣 那空手道我常看他都不這樣出拳啊 那有什麼差別 扎拳你看 手肘 一定要怎麼樣 捲落出去嘛 而且你捲落出去以後你不能翻這樣 你看翻這樣是不是躺到這裡 看到沒有 這邊開始 整片肌肉都被你拉扯 很容易受傷 而且出去會沒力 懂嗎 所以我們講翻新轉骨沒有錯 可是過於不及些不好 聽懂我的A話 我們出任何事情都是 太極權是講求中道玩道 他是非常的融合協調 他不會做啊 現在眼睛有個片子 他就出一個錯拳 出到這樣 那個是演電影的 我平常演他如果這樣出拳 我認為是沒有用的 你出的這樣 你這樣怎麼打人啊 你看 奔拳就是要奔而已啊 看到沒有 對不對 奔拳 你看 奔拳 然後扎拳 你 所以這樣子才能速度快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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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你聽懂我講這段話的意思了嗎 你看 出扎拳 出扎拳 一定要 三四線 腰跨 逆轉 返轉 远轉 然後 翻正斜角 也要走 卷落 你不要走到這樣 我跟你講 你走到這樣 你看 整天都的點不三 對 所以你看 就是這樣而已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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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說說看 OK